公元523年 由于北魏孝文帝汉化 引发北方六镇险威贵族的暴动 史称六镇之乱 造成这场浩劫的人就是侯景 但是侯景这个人 他的一生 他的好像是生有反骨 不光抢钱 而且抢粮食 抢妇女 所以就造成这个南京的老百姓 很快粮食就被抢光了 很多人倒闭在路上 尸体腐烂 那个臭气在几里之外 都能闻得到 呈现出一片人间地狱的景象 这一场动乱 不仅造成了北魏 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也给南方的销粮政权 带来一场巨大的叛乱和文化浩劫 半夜派人偷偷翻墙 到这个工程里去放了一把火 结果呢 把它积攒了几百柜的图书 全部烧掉 这个进程又是怎样的呢 过去的风云 还要听张公 笑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